Welshman 兩者 第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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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魚豐叔叔 歡迎收看暗黑的威爾薩新卡剪評 如果你跟我一樣期待這次的新卡 不知道不要忘記點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動態囉 這部影片將會提前幫助你了解 新卡效果及其應用的地方 以指定環境作為發想 常常有脫褲打臉的情況 請盡時間正左參考 為了幫助你更加了解新環境 請先去觀看極鬥之巔的推環境說明 還有第一集 那個男人超帥回歸 以及第二集 我們又可以結婚了 直接來看第一張牌吧 精靈金卡 危險時尚 奈爾香 三費二二的體質 入場曲回復自己的PP2點 暴魂強化五 由原本的回復2點轉變為回復4點 增加兩張危險時尚 奈爾香卡片到手牌中 給予上述卡片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捨棄自己手牌中張卡片的效果 有了這一張牌 五費的效果 你拍出牠之後 就可以拍兩張三費的奈爾香 瞬間完成三次的連擊 在第一彈 薪卡減平四處的雪華 就是需要精靈從者堆疊離場的次數 那這張牌就跟牠十分的搭 所以雪華的強度 又因此上升了許多 七費點完二十次 真的不是夢想 B隊 雪華協作精靈必定放滿 皇家紅卡 曬光少女 曬拉 類型 指揮官 三費三二的體質 本身擁有守護 以及每當士兵從者進入到自己戰場時 給予該從者 敵方的能力無法指定持卡片效果 回復自己的主戰者一點神明值 進化後 除了保有原先的能力 還多了一個進化時 召喚三個戰盾衛士到戰場上 這張牌就是原本的白銀聖騎士的轉身 而能力是完全的超強強化 戰盾衛士是一張111守護的從者 本身自帶這個回血效果就是之前有一張先鋒奇兵的回血效果 而且還加強可以直接回到三連血 光是進化後不虧體質就已經夠屌打前世了 然後還可以直接空進化不用看對面的從者數 交出了1111守護護 還不能被對方指定 比猛虎的機咒還要扛 就算沒有用到他的進化效果 你也可以在後期時排除 讓你其他的士兵從者無法被指定 幸好剛一卓覺得武士退了 不然會變得超級的噁心 有了這張牌賽拉在後手進化之後 5倍直接接到新的阿爾貝爾加上進化 每一回合都可以定期的砍7點血 真的是相當的噁心 看來指定的協作快黃真的要起飛了 A加累 很強力的一張牌 皇家金卡 暴虐5人 傑諾 類型 士兵 雷威翁 4倍4 3的體質 每當自己的其他從者被破壞時 獲得加1攻與擊持效果 入場取 隨機破壞一個戰場上進化後的從者 有了上一回合的賽拉進化過後 你5費就可以排出傑諾 7攻進化直接砍起來 就跟男人的效果有點類似 之後如果你場面持續都有從者的話 你就可以每一回合都穩定的斬殺飛出來 不是男人飛出來就是傑諾 而且傑諾比男人還要強的就是 因可以自己送掉前回合留下的從者 也能夠及時砍起 而入場取還有機會可以過到對方進化過後的盾 接著我們來討論夢想吧 歐克托8費的時候拍下奧義的能力 接著使用歐克托去解掉一隻 然後讓他進化 傑諾就可以砍掉歐克托 接著又可以再丟一張0費的從者 用阿爾貝爾砍掉 再丟一張0費這樣用阿爾貝爾砍掉 或者是後面丟阿爾貝爾去砍掉前面那隻的阿爾貝爾 那這樣就會讓你的傑諾變成7攻 然後每一隻的阿爾貝爾有5攻總共有2隻 接著你就可以再排出第三隻的阿爾貝爾 再打一次5攻 這樣就能夠做出8加15點總計23點的OTK 而在這之中啊 你還能夠搭配到天星劍王進化做到更高的傷害 比如說雙傑諾或是三傑諾 這樣你完全不會有卡場的問題 而且如果你本身場上就有怪的話 就不需要用到那麼多的阿爾貝爾 直接讓場上有怪送死 讓傑諾直接獲得那個即時效果就好了 可是啊新版本的皇家沒有了亞達 手排數還蠻難維持的 所以絕對要掛滿飛向未來及墮落的絕翼 不然這些傑諾卡丽手中的話 你沒有其他的從事可以應付場面還蠻尷尬的 我已經預計了新版本 歐克爾托之後啊 每個皇家都會用各種的即時飛來飛去 突然又覺得世界與面不能克制皇家了 屬於A類 任何皇家牌組都能放 強大的斬殺手段 烏絲紅卡 瑪莉亞女王 鞍類型瑪莉亞 三費二三的體質 入場取 增加一張卓越暴擊卡片到手排中 隨機使兩張自己排隊中的卡片消失 如果卡片消失前自己排隊中的卡片張數為20張以下 則會召喚一個鞍的巨大英靈到戰場上 進化時會給予敵方的主戰者或一個敵方的從者2點傷害 回復自己的主戰者2點生命值 隨機使兩張自己排隊中的卡片消失 卓越暴擊 三費法術 給予一個戰場上的從者2點傷害 並給予敵方的主戰者2點傷害 如果自己排隊中的卡片張數為20以下 則會由原本2點轉變為4點 如果為5以下的話 則會由原本的4點轉變為8點傷害 鞍的巨大英靈是一張2費5體質的途徑守護的從者 會在敵方的回合結束時使這個從者消失 怎麼又是20系列的牌啊 這張紅卡真的有紅卡的強度 但是你不能保證你不會消失掉其他的鞍啊 這樣斬3哈不就沒了 我覺得還是要有可以看到被消失是什麼牌的設定 或者是他設計成就是不會消失到自己 那我們現在來看 假使你夠會抽率夠會消的話 後攻4費用無盡魔像達到20張 接著每一回合你都可以做到消牌或者是抽牌合計3張 不計就是本身的抽牌效果 這樣你就能夠在4回合之後消12張 搭配到本身的抽4張 就能滿足5張牌庫以下的牌 可是你這樣想一下4回合過後不就是9費嗎 所以這個斬3哈不會有點慢嗎 當然不排除接下來的基本卡 也有消失牌庫的手段 但是這套牌他的不穩定性就讓他無法登上T1 頂多就是在T3附近徘徊 就是一張很賭運氣 然後有機會發揮到很誇張的一張牌 屬於B加類 20巫師必定放滿 巫師金卡 雷格尼絲之主 古雷亞 類型 瑪莉亞 3費32的體質 入場取增加一張致命刺藍卡片到手牌中 隨機將兩張自己排隊中的卡片消失 如果卡片消失前自己排隊中的卡片張數為20以下 則會獲得加3加3效果 進化時回復自己的PP2點 隨機使兩張自己排隊中的卡片消失 致命刺藍類型 瑪莉亞 3費法術 倫牛給予敵方的從者全體與敵方的主戰者共計3點傷害 由最先進入自己的戰場的從者開始依序給予該從者生命之等那樣的傷害 最後進入戰場的從者受到傷害之後 再給予敵方的主戰者剩餘的傷害 如果自己排隊中的卡片張數為20以下 則會有原本的3點轉變為6點 如果有5以下的話則會有原本的6點轉變為9點 簡單來說就是巨獸奇美拉的判斷的方式 這張牌該怎麼說呢 3費打3其實有點爛耶 至少要3費打4打5吧 除非由於它是Token牌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當作它就是送給你的 你不會用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會選到這張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消失牌庫的效果 而如果你後手搭配進化回復1的話 可以做到解3點血的從者 可以做到一個另類的雙解拉 但是以這個非指定的效果來看的話 我真的覺得3點還是有點太少啦 我不太看好這張牌 但是如果沒有更多可以很好消牌庫的手段的話 這張牌還是得要放 屬於B類20巫師會考慮懸優 龍竹金卡 屠龍騎士 蘿伊 5費55的體質 入場取 使自己的PP最大值加1 暴凡強化8 如果自己在場上有其他卡片 則會破壞其中一張卡片獲得及持效果 給予敵方的主戰者與敵方的從者全體3點傷害 體質的555 然後穩定幫你跳廢 哇 這剩下腳啊 已經夠強了吧 暴凡強化8的效果啊 高機率8費 直接打8點 龍竹的直傷真的還不夠嗎 這張牌還有一個亮點就是 自己在場上有其他卡片 則會破壞其中一張 等於說你要破壞護符也可以 新環境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猜巨人的較勁 那這一張牌就是一套全新的巨人牌組的核心用牌 原本可能還想說就是要砍自己的從者 還不算很好觸發 但是他可以砍護符 那你們就知道了 你可以砍巨馬 砍二輪車等等的都可以 B類 載巨龍一定會放 跳廢吃龍以及大大龍 想提升跳廢穩定度的話可以掛個幾張 死靈紅卡 一刀幽鬼 聖景 二廢二二的體質 自己的回合中 當這張卡片由自己排隊抽取到手排中時 如果自己牧場卡片張數為10張以上 則會公開該卡片 並隨機破壞一個敵方的從者 獻母曲 死靈數3 增加一張 入魂一刀卡片到手排中 入魂一刀 惡廢法術 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4點傷害 如果這場對戰中 被破壞時擁有獻母曲效果的自己卡片為10張以上 則會額外再給予敵方的主戰者4點傷害 死門連結者 終於有東西可以拉了 可是如果當你進化他時 拉到兩張的聖景 其中一張無法發揮到羨慕曲的機率很高 也無法觸發到他本身就是你後期抽到手排的時候 他這個殺怪的效果 所以要不要準時拉就自己決定了 那二廢的性質是新流派的必要的核心 給羨慕曲協作史的超優秀玩物 B加勒 羨慕曲協作史必定選滿 死靈金卡 翼竹魔鏡 克里斯托弗 四廢四世體質 入場局 如果這場對戰中被破壞時擁有羨慕曲效果的自己卡片為5張以上 則會召喚一個死靈騎士到戰場上 如果為10張以上 則會在這場對戰中 額外再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給予自己有羨慕曲效果的從者全體加2加2與守護效果 主戰者無法重複疊加此效果 死靈騎士是一張六廢烏烏體質 本身具有守護 以及羨慕曲給予隨機一個自己的從者守護效果的牌 這個效果難道是傳說中的頓頓死 死門連接著 零索當然就是要跟他搭配 來做到一個快速的解任務 而說到羨慕曲 你們要注意的就是有這些卡片 那其中特別要注意就是有三頭犬 他在三費的時候 就等於說可以刷兩次的羨慕曲次數 而如果你夠順的情況下 1費拍白骨怪客 2費拍竹夢骷髏 或者是前面的那張聖景 3費你就可以去拍三頭犬 4費你就可以用死門去拉到三張的羨慕曲 理論上你在5費的時候就可以開出死靈騎士 平均算作6費開也不為過 那6費也可以叫出4455的體質 波曬頓計量秒為3 真的是強排啦 而且你還可以用四孟默以及戀人來幫你 快速滿足羨慕曲10次的條件 接著當你成功觸發到10次之後的效果 你可以丟出巴薩拉家 每一回合結束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69的守護扛在那裡 再搭配到的就是四孟默啊 有一排的55的守護 到底有多噁心啊 所以這張牌是未來死靈流派非常關鍵的一個核心 屬於B加雷 協作羨慕曲死必定選滿 吸血鬼紅卡 赤紅戰爭 蘿拉 4費33的體質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如果渴望狀態一發動 則會使自己手排中的這張卡片 依序發動上述的一種能力 第一個能力是獲得吸血效果 第二個能力是獲得即時效果 第三個能力是入場曲 使這個從者進化 進化過後的體質是4-4 攻擊時會給予敵方的從者全體2點傷害 如果復仇狀態已發動的話 則會由原本的2點傷害轉變為4點傷害 等於這張卡片在手中 你每一回合觸發渴望就可以拿到效果 拿慢三個效果就是穩定的掃場加上即時 還能夠吸血 渴望效果真的不難拿啦 畢竟現在有智慧的大惡魔存在 但需要短機三個回合 就真的會變得很吃你的禁牌 不過幸好第一個能力就是吸血 真的不行就可以只拿到一個能力之後 就直接進化他 做到一個AOE 然後順便拿一血回來 這張卡片絕對是設計給新版本的復仇系使用的 巴黎吸血鬼不會放他 很微妙 除了4費不能被吃以外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進化他 你還需要存三個回合 才可以讓他去做到一個進化AOE 對巴黎來說的話 你就必須要固定少一點傷害還三個回合 對巴黎來說的話 你就必須要三個回合都固定少一點傷害 因為這次當然羅拉你就不能吃嘛 你就只能抽了5張 真的是還蠻傷的啊 所以我不會建議在巴黎牌組放他 屬於B類 復仇系必定選用 復仇者紅卡 神尾之死 類型 機械 七費五五的體質 入場取 給予敵方的阻殘者與敵方的蟲子的全體3點傷害 如果這場對戰當中 自己的主戰者由非共鳴狀態轉變為共鳴狀態次數為10次以上 則會由原本的3點傷害 轉變為10點傷害 則會由原本的10點傷害 轉變為20點傷害 正常的情況下 完全你不做抽牌跟綠牌 就是10回合中你可以做到5次的切換 你就要能夠在七費前抽到10張牌 而且必須要一張一張抽啊 你就能夠達成切換10次以上的這個效果 我覺得這個達成的條件有點難度啊 抽牌的手段都會虧視掉你的場面 你不可能是真的每一回合都做到抽率 所以這一張牌要穩定的七費炸到10有他的困難性 至少都會是9費跟10費的時候才有機會全場少到10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體系可以去跟他配合 假使進化體系放他的話 雖然進化體系本身就有很多的優秀的抽率手段 像是幣啊 然後1費的抽 0費的抽等等的 但是說真的啊 當你解完效果之後啊 倒不如直接7費時用姐弟心爆OTK 傷害比較高 接著我們來想一下造物籌 造物籌啊 反而比較容易快速達成抽10張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 你必須要在5費的時候排下結晶的巨蟹工廠的這個能力 接著在6費時你就完全不要去理會會不會爆牌 瘋狂的打造物去做到抽牌 才有機會在7費或8費之後去開到全場掃食 假使你能這麼順的話還真的還蠻強的啊 畢竟他比勇動圖之背心模式還要少個2費 還能夠少到全場做到一個AOE的清場 但我自己是覺得... 嗯...要搭配來講的話有其他的困難性 就目前看起來如果新卡沒有辦法直接去增加 就是公民跟非公民的次數或是一些很強的抽率的手段的話 他並不會是想像中的那麼好用 所以是C類有強度的非環境牌 復仇者金卡 反逆之命 米利雅姆 6費4費的體質 激咒1 破壞一個自己的從者 增加一張典範轉移卡片到手牌中 每當自己的創造物從者被破壞時 給予敵方的主戰者2點傷害 入場局如果共民狀態已發動 則會回復自己的PP2點 最適合拿來砍器具調整是 機械技師以及解析的創造物 這種一費的被費怪 還能夠解決就是被卡場的問題 可是這樣就蠻吃禁牌以及combo的 而且本體的效果也是很吃條件 結果當你有拿到一堆陀螺的時候 為了讓藍陀螺去多做2點的傷害才會拍上他 最理想就是你5費開巨蟹工廠的結晶 6費直接共鳴的米利雅姆 接著你就刷一排造物 或者是5張的藍陀螺你就穩贏了 還有一個前提就是 對面必須要有場給你換 可是一定會有神人可以 就是9費的時候用米利雅姆進化 開3張0費的藍色陀螺之後 直接用巴哈的機咒炸掉 瞬間做出24點的斬殺 看起來很理想 但是我自己不看好 畢竟現在的復仇者比較難留造物在自己的手中 要開修的前提不只就是手中要有足夠低費的造物 還必須要讓那些造物自殺 繼續去抽到其他的低費的造物 聽起來就只有無限制比較容易做到這種操作 而且當你沒有1費的從者可以砍的時候 殺死意志從者拿到典範轉移的這個代價也有點太高了 屬於低類 造物籌可以掛個1到2張 那麼這集就先介紹這些卡片 其餘的內容會等到一定量之後再做介紹囉 我是鳳凰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我們下回見囉 有時間了 我們下回見囉 你可以坐吧 我們下回見囉 我們下回見囉 感谢观看